再來的話就是有關那個名稱 以後假設你要查資料的話 我還蠻強烈蠻推薦就是各位 一定要學會怎麼去定義名稱 因為如果你不會使用定義名稱的話 你將來公司會很混亂 而且很冗長 而且可能你的那個位置 會是按某一個工作表的某一個範圍 然後你又要自己切 因為我看過很多人的 那個Excel檔案裡面的資料都亂七八糟 如果你用名稱就會比較清爽 但是問題你要怎麼定義 一你定義的方式 第一個請各位如果我要先把這個範圍 定義成一個名稱的話 那我先選取它 所以第一個如果我要定義名稱 這個名稱叫什麼 叫產品的話 那我先把它選起來 第一步選取它 第二步的話請各位找到 我們Excel的那個 右邊 右邊工具列的下方 會有一個文字方塊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有一個名稱 它不是好看而已 這個叫做 這個名稱 名稱方塊 OK 也就是說呢 這個名稱方塊裡面呢 我如果要讓這個範圍 叫另外一個名稱的話 那我可以直接在這邊 輸入一個名稱按Enter就好了 那以後呢 這個範圍以後就叫那個名稱 比如說呢 我今天要把這個範圍 叫一個名稱 叫什麼 叫做產品 那我就輸入什麼 輸入那個產品 那特別注意就是 輸入完記得要按Enter 因為之前有同學用新注意 那新注意Enter 它其實是輸入 你還要再多按一個Enter 不然的話沒有辦法輸入 那我就直接怎麼 先在這邊 先選取它 選取這個範圍 第二個到這個文字方塊裡面呢 那我就打字上去 那我就輸入什麼 輸入那個 也許這個叫產品 好了 我就叫產品 輸入完之後的話 一定要Enter 因為那個新注意 輸入是第一次 第一個Enter 只是輸入那個字 你要多按一個Enter 好 這樣的話呢 以後你就告訴它說 以後呢 這個範圍呢 就幫我叫做產品 OK 好 那你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 很簡單 你再選它一遍 看一下它的那個 這個文字方塊裡面 是不是叫產品 如果是的話 恭喜你 表示你應該成功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移到那個 剛剛的VIRU函數裡面 那再點剛剛的 C4儲存格 並且再移動到上方的 那個資料編輯列 那如果你要修改裡面的公式的話 再插入一次 也就是如果你要再修改它的話 再插入一次 等於是剛剛的動作 它就又跳出來了 那你只需要怎麼樣 把剛剛的這個Table Array有沒有 Delete掉 改成什麼呢 產品兩個字就好了 你就打字啦 那如果你懶得打字的話 還有一招 你可以打產品兩個字 確定可以 或者另外還有一招更快 你可以配合F3 F3的話它什麼 跳出一個清單 也就是說你以後 只要建立很多格 你用選的就好了 不過它這個好處是說 它直接讓你點兩下 你就把它帶過 那如果說 像之前有那個遇到的同學 是用Mac Mac跟方權鍵好像不一樣 所以沒有F3可以按怎麼辦 沒關係你就自己打產品兩個字 也可以啦 只是我覺得啦 F3真的還蠻好 因為有時候你定義很多個名稱 那你就用選的 點兩下 這個使用感覺蠻像是資料庫 資料庫裡面有關聯式資料庫 其實關聯式就是類似這樣的概念 OK 所以配合F3 或者沒有F3用打的也可以 按確定 那你接下來就點兩下就好了 這樣也OK 那你會發現公式 就會是變成什麼 Vlook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公式裡面 感覺會清爽一點點 或者好像看到的東西訊息 就會是比較可以理解的 所以其實基本上每個地方都可以定義名稱 公式裡面你可以都用中文名稱 去把它定義好 都可以看得一目了然的 這個還蠻重要的 第二個當然你可以再試一下 就是那個區域部分 所以魯法炮制 區域部分呢 搖發變名稱的話 一請你先到區域這邊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OK 選的話就是把L2選到M5的範圍 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請你到它的這個名稱方塊點一下 輸入到那個名稱方塊上面 這個也許叫區域好了 所以你就打個區域 Enter Enter之後再按一個Enter 這樣才會成功 好那確定輸入之後的話 如果你保險旗艦 你再選它一遍 看看有沒有區域跳出來 那恭喜你 表示你這個名稱是OK的 那如果這個名稱OK之後的話呢 再到剛剛的公式裡面 再把它重新點到資料編輯列 點一下插入函數 一樣啦 意思是說你重做 但是它是幫你把之前的東西帶過來 讓你修改而已 然後插入函數呢 它就幫你把公式帶過來 那你直接把那個Table Array 這個地方delete掉 按F3 選產品 不是產品應該是區域 區域 然後呢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再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就大功告成 那用那個名稱的好處啊 真的我覺得 會讓公式變得可閱讀性 真的提高不少 不然的話 如果你們將來 像我們看到蠻多 同學問的問題裡面 真的它那個公式一串 而且甚至這個複雜度太高了 而且還有還有很多工作表 工作表名稱 然後加範圍名稱 然後真的不好找 所以以後你要管理也不好管理啦 所以以後用了名稱之後發現 其實清爽很多 而且比較能夠理解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所以定義名稱加上 把這個剛剛的公式裡面的範圍做修改 那第二個帶來的好處就是說 你也不用去管 到底要不要去鎖定某個範圍 加錢的符號 那些都不用管 因為它就是固定範圍的 不用按F4 另外還有什麼好處啊 如果你以後要寫程式寫VBA的話 用名稱的話 也讓可以讓程式撰寫更簡單 簡易很多 並且還有什麼 後面還有一題我們會用到 就是用那個INDRESS函數 直接也可以把那個範圍帶過來 而且可以很快把結果做出來 後面有一題就是說 查詢的話更進階 所以待會如果程度比較好的同學 如果想要練習的話 你可以練習問卷調查01 問卷調查01這個地方的話 就讓你練習個夠 為什麼 因為問卷調查裡面全部都是編號 從B欄一直到O欄 總共會有14欄 裡面全部都是編號 那它的那個對照表在哪裡 在清單裡面 有沒有 它連性別男女都用那個 這個編號來代替 很多時候因為是程式產生的 那程式產生 多半都因為要那個資料庫 要能夠資料最小化 所以都用編號 不然的話 你可能要存一堆的文字 我用一個代號 就可以讓資料庫縮小很多 但問題來了 如果他給你這個資料 你要自己把那個 我們以色料裡面 就要把它變回來的話 哇 那這個麻煩了 對照表在哪裡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我希望 今天你可能要處理這些東西 如果你沒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能到下班 你就都處理不完 但是如果你會我剛剛講的方法 真的三分鐘可以搞定 我們只需要用什麼方法 第一個 一樣用V乳環數 第二個一樣用定義名稱 第三個多學一個叫 然後向右向下搞定 不過這等一下還沒講到 想想看 只是先讓大家先體會一下 它的差異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 怎麼樣去製作樞紐分析表 然後利用樞紐分析表 假如說我今天需要查一些資料的話 那要怎麼查 不過在還沒有查那個樞紐分析表之前 我們先做一個那個檢疫的那個 假設我今天 因為樞紐分析表 我覺得有的時候 我只是要個檢疫的報表 那殺雞不用牛刀 樞紐分析表其實還是樞紐 比較適合分析一些 稍微複雜的資料 欄位 但是我現在只是很簡單的 我要怎麼 我要分析 那個第23頁的結果 我需要假設老闆說 你給我一個簡單的結果 就是你告訴我 這些產品裡面 到底有幾筆訂單 可能是這個產品 大顆大手機 幾個是無限 幾個是有限 幾個喔 幾筆訂單 幾筆訂單 OK 那你總不能說慢慢數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如果資料多的話 五個 你數到下班還數不完 對不對 而且還數錯 老闆可能會瘋掉 對不對 OK 所以要怎麼辦 快速的把它數完 但不是用人工數喔 OK第一個 第二個他可能問你說 那你給我第二個檢疫的報表是說 那你告訴我總共賣了幾台 有沒有 台的話呢 就不是幾個 而是 一筆訂單裡面賣的幾台數不一定 你要幫我加總 OK 所以這邊的話 那怎麼加 你總不能說 大顆大手機 2000台 加800台 加500台 然後旁邊用計算機慢慢按吧 當然不OK 所以你要用什麼方法 OK 第三個銷售額 一樣 那我需要最後的結果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在23頁這邊 我們是希望能夠看到的 就是 像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所以待會 我們會希望 另外再額外產生一個 一個工作表 叫簡易報表 那這個地方就是針對產品部分 那我要怎麼樣 剛好產生這些資料 那產生這些資料 你其實用樞紐分析表也可以啦 不過有時候我講 那殺機不用牛刀啦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如果裡面有一些其他功能 也許你還是要知道一下 簡單的事情就簡單處理 複雜的事情就複雜處理 OK 也就是有些東西沒有很複雜 其實也不用寫到程式 所以不是每天都要一直寫一堆程式 能夠快速解決問題才是最重要的 OK 所以請各位先把剛剛的名稱做完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23頁 這個簡易的報表 該怎麼做 好 好 ено OK 啦 呢 來